嗨各位我是景川一 又到了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來自的開車時間 好那就如各位在標題看到的 就是咱們回歸講福利動畫 你們知道打從2020年開始 景川一的肉番之旅 我斷斷續續的做了有三集嘛 中間還夾了一些推本子啊 漫畫啊還後攻番之類的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沒有很想做太多類似的節目啦 可是距離那些影片 久了起碼有到兩年半以上的 有一些東西我想要避開不講重複的也已經夠久了 有一些同學在我做那一集的時候 可能甚至還沒有入宅呢 所以呢今天這部影片 我就要來做一個完整的一口氣推薦 100部值得看的福利動畫 我以前講過的我還沒有講過的都會包含 總之這就是一個2023年度的大補帖 給在場所有的聲勢參考 你們可以拿去跟朋友比比看誰認識的比較多 又或者找那些你真的是有興趣來看 這一期節目我會分上下兩集 然後裡面會包含我認為製作算是精良的肉翻 還有不算肉翻 可是也有很厲害的肉場面的兩種作品啊 好那超級感謝滴滴群都麻煩各位啦 接下來我們全速前進 321開始 不道德公會 棍勇團隊製作的王道福利翻 人物可愛 劇情有趣 該打該畫的地方也都超有誠意 基本上什麼都好 非常期待BD發售後 所謂的完全不道德版 到底可以有多厲害啊 五顆星 不當哥哥了 本季作畫我認為是最強的新翻 原作本來很無色無味的福利橋段 到這裡被修得又大又香 異常露骨 隔壁捧小波期在動畫從G降到B 但這一邊辣妹子直接反過來 從第一期滿有升到H喔 不愧是無職團隊沒在小氣的 五顆星 變成狗被喜歡的人撿回家 欸對我們前面都講比較新的 讓你享受變成狗視角的VR翻 有無休必須給讚 但你要是真的想看作畫的話 推薦去看原作 2.5顆星 戀愛Flops 前期看起來像古早味親改奮作的套路大雜惠 後期一開始甩尾起來 各種反轉成了一部還不錯有娛樂性的沙雕動畫 最喜歡旗炮老師 4顆星 陰陽眼見子又靈異又福利 把觀眾夾在恐懼與瑟瑟之間來回套弄的 心感絕動畫 3顆星 180秒能讓你耳朵感到幸福嗎 主打ASMR的泡麵翻 你說它是肉翻好像也挺奇怪啦 不過達成的目的應該是差不多喔 但你要是真的想聽ASMR又想看肉的 那你可以去賣XX的惠人 2.5顆星 酷襪世界 腿控福利 幽母跟王滬使民聯手打造的Mega級變態動畫 從光澤到網格到肉感全面講究 跟你們講這種專攻某個特定族群的作品 不是隨便都能有的 5顆星 五彩線的幻影世界 低畫的雙風彈跳林波舞一戰成名 但因為後續劇情那強烈的子貢感 所以評價不是很好 3顆星 要看金阿尼的肉那不如看 甘城輝煌樂園舊事主 這部就比較有那種大人獨有的風運了 這種差一點沒彩線的大叔笑話 細膩的肉體雕刻 以及風靡儀式的本磁王50 是另外一部金阿尼的不出第二季 我心糖血的青春回憶 5顆星 OK 講到這裡最佳一個新規則 從這兒開始 美食部我都會介紹一個小王 這些小王是我私心認證這番真的屌的 而首先第一個當然是 異種族風俗娘平見指南 好啦 這你們都知道我就不浪費時間 超愛那種短短肥肥的肉感畫風 一堆不同的種族無限多樣的玩法 廣納各種特殊癖好 夠閒失缺 夠有趣 眾所皆知 近代純肉番的絕對王者沒有之一 5顆星 星期一的豐滿超級特立讀行的貝德系戀愛漫畫 幾乎只靠間接暗示來激發讀者的想像空間 彼村毫無疑問的卓一巨乳之王 只可惜動畫一二季都蠻令人失望的 2顆星跟1顆星 Darling in the Franks 充斥著特殊兩性暗示的 雞人番 hashtag老漢推車馬 同時也是某人失言惹禍的起點齁 4顆星 禁女 考控福利 祖傳的那種想了一個超智障的設定 射擊一堆超智障的絕招 然後讓妹子上台去打架的沙雕戰鬥番 4顆星 為什麼老師在這裡 來呀 特殊性癖第三代 女教制控必看的福利番 3顆星 辣妹與我第一次特殊新癖第四代 辣妹控必看的就服利番 2顆星 彼得格莉爾的賢者時間 幹嘛不直接做利番點JPG 2顆星 Valkyrie Drive 女武神驅動 這番你要是看過就真的很厲害 主打百合貼貼版本的異度神劍 妹子給你搓一搓就變成武器讓你戰鬥 大布丁跟小櫻桃的作畫有厲害到 3顆星 Fate HF2 各位不要忘記 Fate本來就是那邊的遊戲 這個HF第二章 純粹只是終於不繞路了 什麼什麼移植魔術回路 並沒有 真槍實彈的開戰了好嗎 這是我此生看動畫電影 經歷過最文明的一次體驗吶 5顆星 那個幽浮桌 你們要是2030年好了 做完鬼滅之後 請一定要用同樣的尺度 把HA動畫化 與其講好大偶的 與其同學以為是賣女主 但竟然大家都在看媽媽 看前面以為是福利番 但竟然後面純愛指數直接爆表 以為要講下一步了 但竟然要先工商 欸對 本期節目也是由Surfshark鼎力贊助播出 Surfshark VPN是全網最安全的VPN之一 想要有一鍵穿越去欣賞別國限定的動畫 Surfshark可以滿足你 怕一部小新瀏覽紀錄被駭客盜走 用Surfshark可以加密你的數位足跡 這樣你珍藏的深知語言就不怕洩露啦 打線上遊戲嫌網速不夠 Surfshark 想要電腦手機遊戲機多機兼用 Surfshark 什麼你說還想三二天試用不滿意 全價退費 失錄緊穿的專屬序號還想有17折優惠 買兩年還想再多個三個月免費洗 哎呦你太搶人所難了 可是我接受 因為Surfshark就是這麼佛心 現在就從底下連結下載成為Surfshark VPN的一員吧 好啦來到20部再一部厲害的我們看到 學員末世錄 我說真的你十年內再也找不到 以這麼強的編制做得這麼沒營養翻了 對因為距離不當哥哥整整13年啊 斜肢狂灑 滷肉彈跳 搖得比子彈還快 殭屍加美女加三角關係 圈內最頂的B級娛樂的五顆星 異世界魔王與召喚少女的奴隸魔術 呃好就是比較傳統的異世界開後宮發福利 爆肝工程師也差不多 總之就是主角和一堆女生 異世界休閒農家在農地也在床上耕耘 手機俠 呃那個就是 世界頂尖的暗殺者轉生成異世界貴族 主角孟靈青莊的威爾梅 哥布林殺手 和海古騎士大人 等一下 回復術士的重啟人生 欸等一下 真的等一下好不好 好啦我不是刻意要塞一堆異世界翻來湊數 其中還是有很多值得推薦的作品的 像是這一部惡名昭彰的棍枝勇者 滿足都為喜好觀眾四顆星 以及這一部異世界迷宮裡的後宮生活 風俗娘團隊推出的 與壽兒奴隸每天的新婚生活 大量無修整是真有誠意 洛克山的初夜一化風神 就你要是認真找絕對還是有的五顆星 KONO SMA招牌的兩團下垂的大沙袋 我很喜歡KONO SMA這個軟趴趴的作畫風格 在第一集第九集的表現更是出彩 有看的就知道 四顆星 週末的後宮 名正言順 開後宮 現代的B級漫畫中數一數二有名的 只可惜動畫做的比較水 所以一概推薦去看原作兩顆星 煉巨人 對人家也是有很多厲害的澀澀的馬 能在周刊Jump上畫一張大大的跨業彩圖 然後翻開來竟然是一堆女性在… 在… 玩香撲 也只有藤本樹了齁 但你要是在網上找到什麼 真記真語電製的後續就… 不要說是我告訴你的齁 百無禁忌 女高中生私房化 表面上各種開黃腔賣辣妹 但其實本質真的是那種小女生私房化的好閨蜜番 談話內容稍微露骨一點是有點啦 四顆星 小鈴家龍女僕又是金阿妮 噴火囊大小搭上Q版的臉蛋 會讓你一時不知道是該軟還是該硬 吼 無可心 授課到天亮 Q 老司機才知道 十一年前的一部經典OVA 可以說是把那一整個年代流行的Gail Game套路 全濃縮進去的一作就… 無條件激突在當時不知道為什麼有夠流行的四顆星 加油女友 寫實系的桂圈爭亂類型的福利番 第一個畫面極視色色兩顆星 契約之文 不是寫實系的桂圈爭亂類型…奇幻戰鬥番嗎? 一樣那個活生生血淋淋的男與關西描寫很有味道啊 四顆星 十幾之靈 一個世代騷年們的青春回憶 當藥王把菜端上桌的時候沒有不會爆開的衣服 作者佐伯俊當年還是個上岸會師 但誰都沒有想到畫完十幾之後 他畫帥哥的技術會進步神速 畫妹子反而沒有以前那麼厲害的… 嗯…三顆星 然後就是… 聖橫煉金事 又是一部可遇不可求超頂製作的福利番 喜歡MM皮材的絕對必看 作畫無需質疑的高水準 而且裡面還有各種煉金術師 打來打去主角水個大鐮刀 中二度爆表的屬性戰鬥 為了戰勝敵人把…掏出來讓我吸吧… 五顆星太優秀了 地錯…欸沒錯至少地錯第一季 福利還是給的很足的 第一化上神大人那個運球技術 一下子就讓整部翻火了有沒有 光是那條繩子就可以直接給五顆星 磨乳蜜劍鐵 重乳糖控的福音 反正你去看第一化的前60秒就對了 那個傳奇的吃布林場景 要是還不能說服你入坑 那我講再多也是徒勞啊 五顆星 初包王女好 義務性提名 其實初包真正厲害的是她偷渡一些東西的技法喔 只不過這滿大程度就是漫畫厲害而已 動畫我一直覺得都是還不賴這樣 三顆星 妖幻三重奏也是一樣啦 我都比較推薦看漫畫 二連五顆星 B-STARS 不受控制 能以全3D角色還都是獸人的前提下 做出如此妩媚的人體表現 根本就是神乎奇蹟 你說誰當初不是被兔子學姐騙進去看的嗎 不起眼女主角培養法 反正直接去看第二季的過夜回就對了 四顆星 監獄學員 接受過很多次讓你笑爆也硬爆的沙雕月玉番 喜歡這種偏青年漫畫風的朋友更是不容錯過 四顆星 努基戰隊一樣是那種設定很北蘭一本正經的跟你賣肉的福利動畫 使用H跟Elos的能量大戰外星人 三顆星 寫著女友 我活到現在認真不認識一個人跟我一樣有看過這部動畫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過激的場面 主要還是在呈現漂亮的女體 而不是挑撥觀眾的信譽 有一個特色是每一集一定有一個以女角為中心轉動的環繞鏡頭 算有重現到原作遊戲主打的360度拍攝功能還蠻酷的啦 三顆星 OK 那上集的最後一部就是五指轉生 這應該也不用我特別介紹的齁 打破以往所有福利場景的框架 將寫實的物理運動、生活描繪 人們在正常不過的七情六欲帶進了二次元 創造出了一種崭新的山情感 這種中世紀異難的沒修沒躁 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吃這套 不喜歡 那很好 證明你不是低端人口嗎? 大多數人我才還是比較習慣那種身摔洗面乳 走到哪被倒貼到哪的幻想風格 但我覺得這正是五指驚天得以為五指的關鍵 無論你說是在最純的還是最烏的領域都是齁 以上這五指不就是請你傳以我私心推薦的肉 對不起福利番大補帖啦 各位最喜歡哪一部呢? 一樣請不要害羞可以自由分享 有哪一些你很喜歡到我這一集沒有講到的 歡迎來猜猜他會不會在下一集出現喔 下一集馬上就會跟各位見面了 敬請期待 我是景川因為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次見